第141集 李小暖歪头看着乘客,半晌没有说话。 乘客仔细想了想,低头看着李小暖说道, 这事儿呀,得赶紧告诉小景,不能再耽误了。 乘客看着李小暖,迟疑了片刻,低声问道, 哎,要不晚上咱们和小景在德福楼见一见? 大师那里,你跟小景说说? 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师啊,是至情至性的方外之人, 凡事又看得通透,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只随着本心就是了,倒不用我见他说什么。 李小暖低声说道,乘客犹豫着为难起来, 李小暖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嘟了嘟嘴, 轻轻叹了口气说道。 哎,我累了,想早点回去歇着了, 你去景王府吧,乘客满脸欠酒, 用力搂了搂李小暖,低声陪着李。 哎呀,说好了陪你的,明天就是出四了。 其实呀,小景也是个心系的人,这事儿一定得回去转告了他, 不然的话,往后这总是个不妥处, 这往后日子长着呢,谁也不知道哪天会出什么样的事儿来, 咱们呀,凡事都小心这些好。 我知道,李小暖用手指按住乘客的嘴唇。 咱们两个呀,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如今是非常时期,也要不得咱们纵着性子。 你去吧,只怕景王要留着你多说我话呢, 晚上我吃了饭就不等你了,先睡了。 乘客亲了亲李小暖的手指,低下头, 在他额头上亲了亲,低声承诺道, 明天我陪你出去玩一天去。 明天不行,我得留在家里陪母亲带课呢, 自己家里请人吃年酒,我就是再怎么着, 也没有躲这个清闲的脸,这样的大离可失不得呢。 嗯,那我明天就陪着你在家里待一天课。 乘客从李小暖的额头闻到脸颊上, 笑着承诺道,李小暖是笑起来, 靠在乘客怀里调笑道。 母亲呢,又要感动得流眼泪了, 他的小客就是懂事。 乘客无奈地哼了一声, 接着自己的话题说道, 哼,出屋你就去了庄子里了, 你犯了灾心,不好出门, 咱们两个呀,在家洗一天, 晚上到德副楼听琴去。 嗯,初五早上呀, 你先陪我去一趟瑞子堂, 给老祖宗请个安, 再送些吃食点心过去。 乘客答应着, 和李小暖细细计划着 初六做什么, 初七玩什么, 直计划到了正月十五, 要坐着船去流经河上看烟火去, 要在船上过上一夜晚。 乘客送李小暖到了王府大门, 跳下车, 看着李小暖的车子进了门, 才上了马, 带着小思随从, 往井王府, 急驰而去。 周靖然正一个人懒懒地 歪在水阁里的摇椅上, 一边慢慢地喝着淡酒, 一边拿着一根吊杆甩来甩去地 吊着鱼。 精平通传了, 周靖然扔了手里的吊杆, 直起上身, 高高挑着眉梢, 上下打量着, 大步冲进来的乘客, 好奇起来。 呦,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你怎么肯舍得你的小暖 到这里来看看我了, 我有事和你说。 乘客甩了斗篷, 跌坐到周靖然旁边的摇椅上, 接过小丫头奉过的热酒, 一口喝了, 输了口气, 环顾着周围垂手势力的丫头小丝, 转头看着周靖然指了指。 周靖然猝了猝眉头, 挥手示意着, 众丫头小丝恭紧地退了出去, 乘客叫住清平吩咐道, 你亲自看着啊, 别让人靠近。 清平忙答应着退了出去, 周靖然微微有些惊讶地 看着乘客放下手里的酒杯, 直起了上身。 乘客看着清平退出去, 等了片刻才长长地呼出口气来, 眉宇间透出满满的喜气来。 今天我和小暖去了福音寺, 小暖去看大师, 大师让烧信给你, 说想见见你, 还特意交代让你不要惊动旁人。 周靖然恶然地看着乘客, 一下子站了起来, 乘客也跟着他站起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走到窗户前。 周靖然伸手推开窗户, 吸了一口冷冽的凉气, 看着远处的一览无余, 又呼了口气出来, 转头看着乘客, 苦笑着说道, 我竟然有些害怕。 乘客转头看着周靖然, 眼睛里闪着一丝丝亮光。 我刚听小暖说呀, 也惊得不行, 还把小暖给摔着了, 我也害怕。 乘客长长地呼吸着, 平复着气息, 连呼几口气才接着说道, 我问了问小暖, 小暖说呀, 大师是至情至性的方外之人, 凡事又看得极通透, 和他一处呀, 只随着本心就是了。 周靖然转头看着乘客, 抬手点着自己。 本心我有, 可是万一, 大师要看的是什么样的本心呢? 你的本心比谁都好, 大师要看什么样的本心, 只有他知道。 反正呀, 我觉得你本心最好, 只不过, 咱们两个一路去南边就是, 嗯, 还有小暖。 周靖然双手扶着窗台, 头抵着窗框, 闭上了眼睛, 乘客看着他, 想了想, 笑着说道, 我也是紧张得不行呀, 小暖当时笑, 说不过一个身份高些的老和尚, 你听听, 不过一个身份高些的老和尚吗? 周靖然扑得一声失笑起来, 直起身子, 转头看着乘客, 一边笑一边说道。 这话也就只有小暖能够这么说, 也就他, 把皇上这事呀, 看成是天下最累, 最苦, 最不适人干的活, 这会儿又说大师, 不过一个身份高些的老和尚, 也难怪大师待他与众不同呢, 这份心静气度, 铺垫之下再找不出第二个来。 乘客苦着脸, 摊着手说道, 你看看, 他就这样, 哎呀, 王后呀, 你多管教着吧, 那是你妹子, 我是管不了。 周靖然心情放松下来, 走到摇椅边坐下来, 看着乘客笑咪咪地说道, 哎, 你也不用在我这铺垫, 我就小暖这么一个妹妹, 疼还疼不及呢, 再说了, 小暖还要人管教吗, 我只和你计较。 乘客黑黑笑着, 也坐回到摇椅上, 蒸了两杯酒, 递了一杯给周靖然, 两人举了举杯子, 仰头一饮而尽, 周靖然放下杯子, 眉头舒展着, 转头看着乘客说道, 明天一早呀, 咱们两个只说到石耿山打猎去。 乘客低头放下杯子, 点点头, 又要跟小暖食言了, 周靖然又站了起来, 背着手来回走了几趟, 转头看着乘客, 带着一丝苦笑和无奈说道, 咱们去德夫楼听听琴去, 正好有几件事呀, 得商量商量。 乘客笑着倒在摇椅上, 连连点头答应着。 初四日, 乘客一大早就出了门, 和周靖然一处, 呼啸着往石耿山打猎去了。 李小暖送了他出门, 在院门口上了轿, 往正远给王妃请了安, 就赶往议事厅, 匆匆安排了几件要紧的事, 又赶到二门里, 迎着已经陆陆续续进了二门的, 各家日常走动极尽的亲朋故旧。 园子里早就搭了戏台子出来, 请了小畅明觉, 杂耍艺人和一家杂举班子。 热闹了一天, 直到傍晚时分, 李小暖才将各家女眷送到二门里上了车, 看着最后一辆车转出二门, 才疲惫异常地上了轿, 各处巡查了一遍, 回到清廉院, 乘客却还没有回来。 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 乘客才带着满身寒气, 神清气爽地回到清廉院, 扑到床上, 搂着李小暖亲了两下, 不等李小暖反应过来, 就大笑着跳起来, 大步往镜房沐浴洗漱去了。 从初五起, 一直到正月十四, 乘客每天早出晚归, 和周景然待在一处, 忙得几乎人影也见不到, 和李小暖的种种计划都不了了之了。 十五日一大早, 乘客侧着身子躲在床上,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缠着李小暖柔软的头发。 李小暖打着哈欠睁开眼睛, 奇怪地看着乘客问道, 你怎么还没走啊? 乘客黑黑笑道, 低声说道, 陪陪你。 哦。 李小暖长长地哦了一声, 挑起眉梢, 乘客轻轻咳着, 有些心虚地说道, 呃, 我一会儿再出去, 就出去一会儿, 晚上呢, 我带你看灯去, 昨天呀, 我就让人准备好画坊了, 这一回呀, 定能陪你去, 我和小景说过, 今晚呀, 无论如何也要陪着你看灯去。 李小暖笑盈盈地看着他, 不点头也不摇头, 乘客捏了捏李小暖的鼻子, 无奈地说道, 你也知道, 这一阵子呀, 不比平时, 等忙过这一阵子, 忙过去就好吧。 这几天, 我几乎见不到你, 也没机会跟你说, 你让人打听打听, 看二姐姐家里出了什么事没有。 初二那天, 母亲请了田嬷嬷去卢府看了二姐姐, 田嬷嬷回来说, 二姐姐和孩子看着气色都极好, 我也没和母亲细说, 只说怀孕的人最好竞养着, 幸好母亲也没多问, 初五那天, 我又让田嬷嬷过去送了趟东西, 看着二姐姐和孩子也都是好好的, 我想着, 只怕是二姐姐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你抽空让人打听打听吧。 乘客脸色沉郁下来, 垂着眼皮沉默了片刻, 声音里带着一丝冷意, 低声说道, 这家里都好好的, 没出什么事啊, 是卢明辉心眼动得太足了。 李小暖呆了一呆, 乘客翻了个身, 仰面躺在床上, 一只手枕在头下, 一只手揽着李小暖, 沉声说道, 初二那天呀, 卢明辉来了就要走, 我绝对有些不对, 我就让千月遣了人, 日夜紧盯着卢明辉, 初二那天他离开咱们府, 就去了钱济元府上。 钱济元? 李小暖惊讶起来, 卢明辉是钱济元的入室弟子, 平时来往的就平反。 乘客解释道, 初二那天呀, 钱济元请了几个交往多年的老友饮酒, 而其中就有徐盛荣的父亲, 徐正虎。 他要撇清什么? 他能撇清什么呀? 李小暖拧着眉头问道, 乘客抽出枕在脑后的手, 搂了搂李小暖, 轻声笑了起来。 就是有这种人, 自以为聪明, 总想着八面玲珑。 李小暖浮在乘客胸前, 沉默了一会儿, 滴滴地叹了口气。 到底这中间呢, 还夹着二姐姐, 万一…… 母亲不知道得多难过呢? 二姐夫年纪也不小了, 到现在也没领个差事, 不然干脆地打扶他远远避开, 倒更妥当些。 哎, 不用担心, 卢尚书呀, 是出了名的泥鲲掉进油缸里, 滑得捏不住, 卢明辉呢, 也是深得其父真传, 这万事呀, 都不肯涉足地叫声, 只站在旁边看着等着, 既不想担一丝风险, 又想着捡了最大的便宜去。 嗯, 因着二姐姐…… 母亲疼孩子又是出了名的, 只要咱们家过得去, 总不至于让二姐姐吃了苦去, 咱们这一处, 只要二姐姐在, 她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只管打定好另两处, 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李小暖慢慢地说道, 乘客重重地哼了一声, 有些无奈起来。 哼, 哎呀, 这人算计太多, 就是个笨子, 也不想想, 难道人家都是傻的, 只有他一个人是聪明的吗? 那怎么办? 李小暖追着下巴, 看着乘客, 发愁地问道, 乘客眼里闪过一丝冷意。 随他去, 万一有率吗不好, 二姐姐的平安, 咱们还能够护得住? 乘客说着, 伸手抱着李小暖, 坐了起来, 李小暖忙跟着坐起来, 暗暗地输了口气。 这乘客从来都不会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想, 丈夫孩子若不好, 二姐姐纵平安又能如何? 我早点过去啊, 我早点过去啊, 办完了事呀, 赶紧赶回来, 晚上咱们看阴火去。 乘客从背后抱着李小暖, 笑着说道, 两人起来, 吃了饭, 李小暖和乘客一起出了院门, 一个出府, 一个往正远, 各忙各地去了。 李小暖一直忙到未正时分, 才安置好各处, 回到青莲院, 歇息了一个多时辰, 起来洗漱, 重新梳了头, 换了一件, 莲青暗云纹断面小袄, 一条白底妆花段百花飞蝶夜地裙, 去正远接了王妃, 一起出门往汝南王府登楼去了。 和往年一样, 王府请了几家没有搭登楼的亲朋故旧, 过来登楼看登。 不大会儿, 一行几辆车到了登楼下, 李小暖扶着王妃下了车, 上了三楼, 依着惯例, 二楼是男子们赏灯的地方, 女眷都在三楼。 从三楼望出去, 事业极好, 往东, 皇宫方向, 高高地搭着官府的山棚, 架着几座登山, 登山已经点亮, 在薄木中流光溢彩, 金碧辉煌, 锦绣灰映。 李小暖微微眯着眼睛, 看着远处的亮丽, 几乎流出眼泪来。 这样的璀璨夺目, 曾经, 他天天都能看到。 李小暖一看目光, 顺着各家大大小小的登山看过去, 紧挨着官府登山的, 左边第一家是城王府, 依次下来是姓王府, 闽王府和景王府, 再往后就是宗氏之家了, 右边第一家是靖北王府, 第二家就是汝南王府了, 汝南王府隔壁是汤丞相家。 各家登山以城王府的最高大华丽, 登山旁的月棚前挤的人也最多。 李小暖微微侧过头, 看着自家的月棚, 平安请了一家专眼踏索上杆的班子和几个湖地来的眼幻鼠的过来。 这会儿, 月棚里一个湖地来的枯寿老者把一枚桃盒放在台上, 浇着水念叨着, 眼看着桃盒发芽抽叶, 成树开花又结出果来。 李小暖仔细看着歪头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这幻术还有魔术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他也弄不明白棺桥在何处,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快, 别靠那栏杆太近了, 小心火炮飞上来, 给吓着了。 王妃招呼着李小暖, 李小暖忙往后退了退, 转过身, 退到了王妃身边势力着, 看着人上着茶水点心, 照顾着几位年高的长辈和羞涩而又兴奋的小姑娘们。 来看灯火的女眷陆陆续续进了楼, 相互寒暄着李让者坐了下来, 李小暖让者招呼着各家夫人小姐, 眼角正好瞄见, 楼下侍候的婆子提着裙子急步上来, 走到王妃身边滴滴地禀报着。 王妃连连点头, 招手叫了李小暖赶紧吩咐道, 你也别在这里侍候着了, 赶紧下去, 小客说找你有急事呢, 赶紧去吧, 别耽误了。 李小暖微微挑挑眉梢, 迟疑着说道, 木切, 那这里? 这里呀, 都妥当了, 还能有什么事? 你赶紧下去吧, 小客的事都是大事, 可不能耽误了, 赶紧去, 他等急了呀, 又要发脾气。 李小暖忙屈膝答应着, 竹青捧了紫雕斗棚过来, 李小暖穿了, 和灯楼里的夫人小姐们团团告了退, 扶着竹青的手下了楼。 乘客正站在一辆看着极普通的轻油车前, 伸长着脖子有些焦躁地往李张望着, 见李小暖下来急忙迎了过去, 伸手拉了李小暖的手, 笑道, 哎呀, 我赶回府里, 说你过来看灯楼了, 你也不在府里等等我。 等你做什么, 你的话又做不得数的。 李小暖笑咪咪地说道, 乘客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转眼又嘻嘻笑着说道, 事出有因, 都是事出有因, 把护不会了, 你放心。 说着, 乘客退后半步, 仔细打量着李小暖身上穿着的, 白底莲花出战克斯斗篷, 又看了看他头上的珍珠穿绿宝石发簪, 满意地点点头, 拉了他, 笑着说道, 咱们走吧, 坐车倒不方便。 李小暖连连点头, 跟着乘客转出灯楼, 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宽阔的街道上, 挤满了盛装的人群, 有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 有带着孩子的妇人, 有陪着老人的孝顺子孙, 有夫妻同行, 有兄弟姐妹结伴。 李小暖只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一路打量着周围的人群, 仔细看着穿行于人群中高声叫卖的小商小贩, 欣赏着街道两边, 各家店铺门口挂着的心思各有奇巧的灯笼, 看着一切让他好奇的东西。 乘客牵着李小暖的手看着他, 和他看着打量着的人或东西, 竹青带着玉扣玉板等丫头和四五个婆子, 紧跟在李小暖和乘客身后, 远山带着众小丝长随, 在人群中努力维持着队形, 几乎是紧紧的围在乘客和李小暖前后左右, 隔开着挤来挤去的喧嚣人群。 乘客拥着李小暖指着景王府灯楼旁的月棚处说道, 远山盲示意着众人, 围着乘客和李小暖往景王府旁的月棚处挤了过去。 什么是汽笼啊? 李小暖一边转头看着周围的热闹与稀奇, 一边问道, 乘客低头看着满脸喜悦与兴奋的李小暖, 心情也跟着飞扬喜悦起来, 笑着说道, 等会儿你看了就知道, 你看, 景王府灯楼和闽王府灯楼中间隔开了一帐多, 就是因为小景要站这处最好的地方看汽笼, 那处地方是我和小景挑了好几年才看中, 这袁小姐看了汽笼旁的也就无所谓了。 汽笼王府灯楼和景王府灯楼离得极近, 两人说了几句话, 一行人就挤到了景王府灯楼下的月棚棚, 清平远远地迎了过来, 引着两人进了月棚棚顶上敞开, 用围蔓隔着的隔间里, 李小暖疑惑地看着乘客, 乘客拥着他上了台阶, 进到隔间里, 低声解释道, 我找小景讨了这一处, 反正呀, 他这灯楼上也是空着的, 他府上呢, 今年没人过来看灯。 景王也不来吗? 他说一个人没意思, 我可没空陪他。 李小暖转头, 看着后面灯火通明的灯楼, 微微醋了醋眉头, 灯楼阴暗处, 周景然捏了一只酒杯, 站在栏杆角落处, 正低头看着月棚旁那处, 用围蔓围着的高台, 透过敞开着的隔间顶部, 看着拥着李小暖, 低头说笑的乘客, 和乘客身边笑颜如花的李小暖, 慢慢喝了杯里的酒, 郁郁地叹了口气, 转身下楼, 往轩德楼去了。 不远处的皇城里, 传来厚重缓慢的古典声, 乘客挑着眉梢, 忙示意着李小暖。 哎, 圣家要出来了。 李小暖忙站起来, 往前走了半步, 越过满街挤挤挨挨的人群, 看着宣德楼方向。 宣德门缓缓推开, 一对对大红贴金灯笼, 从门口整齐而飞快地向外流出, 往外延伸着, 一层层站定, 将喧嚣的人群和即将出来的圣架隔离开来。 红灯笼出完, 宣德门外各家的乐棚一起住了生, 宣德楼上戏乐响起, 大门里一对对骑在马上的英俊侍卫穿着红锦衫, 花装葡萄一侧带着颤巍巍的红绒花, 一手握着缰绒一手提着琉璃玉柱灯, 马提升整齐画衣的成队出来, 往登山方向行去, 紧跟在后面的是提着红沙猪落灯的侍卫, 再往后是捧着金椒椅, 果盘, 宫扇等等皇上出行所用东西的内侍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